北京时间6月16日,足球友谊赛,中国男足4比0大胜缅甸队,杨科为其斩获执教国足的首胜。 第28分钟,缅甸队球员单班,点球点近距离扫射居然打天,中国队躲过一截。 第29分钟,中国队角球,造成门前一阵混乱,张林鹏门前补射破门,1比0,国足取得领先。 第35分钟,艾克森送出妙传,林良明反越位成功,林良明左脚低射穿当破门,国足2比0领先,林良明打入了自己的国家队手球。 第61分钟,缅甸队9号晃开防守,一脚踢偏,中国队再逃一截。 第75分钟,刘洋前场断球,五磊隔球后,晃开防守,低射破门,国足3比0领先。 第81分钟,王上元后场长传,五磊单刀过吊门将,推空门得手,五磊6分钟没开二度,国足4比0领先。 最终,中国队大声缅甸。 网友们看后感叹,祝贺中国足球,但中国队的后防线依旧不稳,险些被缅甸破门。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?赶快留言吧,感谢您的收藏和转发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了,咱们下期再见。 。